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征读 今次和大家继续去看历史的内容 我们上一次就从北美洲的加拿大讲下去 而我们今次就是从南美洲开始讲上去 所以从这里开始就是讲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这一片土地由上至下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 就是一个美洲大陆来的 好了,我们之前讲过了 分别有美洲大陆和欧洲那边 而欧洲那边就是北欧、西欧和南欧 北欧的维京人并没有进入到北美洲殖民 但是南欧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有去到南美洲殖民 殖民的时代就由这里开始 所以西班牙进入了中美洲、南美洲和北美洲 今次就是讲这一段历史 1492年 哥伦布就是踏上了新大陆的开始 其实它总共有四次航线 而它的航线 你看到它都是集中在中部去到设计 这只岛包括了有古巴、海地、巴哈马群岛、海地岛等等 也就是这样去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就是加勒比海这个范围 和美洲沿岸就设立了据点 也都向内陆推进 发现落后的新大陆文明 根本就没有能力和欧洲那么强的军队来对抗 然后到1519年了 所以这里开始建立哈瓦那 控制了古巴岛 哈瓦那其实就是古巴的首都 好了 接着就进入了墨西哥 建立了这个地方叫做韦拉克鲁斯 而之后继续向南 就是到巴拿马地下南岸 就建立了巴拿马城 也都开始侵入去南美太平洋沿岸的地方 而之后到1521年 就征服了阿兹特克的帝国 那么它的范围呢其实也是墨西哥那边的 那么跟着了 到1533年 就是征服了印加帝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南美洲沿岸那一大的帝国呢 一次过呢都是做了它了 那么它就建立了在秘鲁那里 建立了一个城就叫做利马城 那么呢就控制了南美的大陆了 那么到1535年 那么就北上 向海那边上的 那么就去了北美的西岸地区 然后就按这个地方的名 就是叫做加利福尼亚州了 加利福尼亚 那之后才是美国的州了 总之那时候呢就改名就是加利福尼亚 那然后从这里开始呢 就逐步深入北美来陆了 那然后呢就慢慢就建立了四个的殖民总督区 就统治了西属的美洲了 那这里呢总共就有四个的总督区了 那包括就是新西班牙总督区 那它的首府呢就是墨西哥城了 其实呢这个墨西哥城呢就是1535年设立的 管车住新西班牙 也都是现在的墨西哥 中美洲 和加勒比海 那么多个岛的 那然后呢 就是刚才说到的秘鲁总督管车区 就是首府就是利马城 就是1542年设立的 那就是管车住整个西属的南美 到18世纪西班牙呢 在南美也都设立了两个新的总督区之后呢 那管车的地呢就相对呢就是缩细了 那跟着呢 所以呢上面就有一个新的总督区 就叫做新格拉纳达总督区 那首府呢就是波哥大的 那这里就看到了 它就是归亚拿的旁边而已 那然后呢 那到拉普拉塔总督管车区 这里呢就是首府布尔洛斯艾尼斯 就是1776年设立的 那就是管车现在的阿根廷 阿根廷 烏拉圭啦 巴拉圭啦 巴拉圭啦 波利维亚等等地方的 那有些的总督区里面呢 其实也都设有都督府的 那在南美洲里面呢 总共就有四个的都督府 那包括就是 瓜里瓜尼地马拉啦 古巴啦 委内瑞拉啦 和智利的 好 就是这么多了 那给大家知道 其实呢 就不是太难记的 就是哥伦布来到中间 去到古巴 再去到墨西哥 然后呢 就去南边啦 去到南边南美洲之后呢 再上回去呢 加利福尼亚 那然后呢 再去拓展内陆地方 就这么简单啦 好 那今次呢就讲到这里 那之后呢 仍然都会继续讲这段历史的 好 今次讲到你先 祝福大家